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攜手全球领先酒店业者之一的知名洲际酒店集团签订产学合作 城市科大的董事长郑逢时表示 学校的民生学院在2017年参与国际比赛荣获近200面的奖牌肯定 因此吸引了洲际酒店集团到校挖掘人才 双方签订产学合作计划 而洲际酒店集团不仅提供了实习工作的机会 还将派业内的老师到校为学生量身打造专业人才课程深化合作基础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过去着重于学生毕业后与企业职场的接轨能力 因此对于产学合作相当重视 在昨天城市科技大学产学合作的喜事又多了一桩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攜手全球领先酒店业者之一的知名洲际酒店集团签订产学合作 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总监郑云表示 未来集团拓展蓝图不只是饭店 对于人才也有所需求 与城市科技大学合作 要为人才先做储备 创造学生的专业能力 有机会拓展国际事业 实际就业梦想 洲际酒店集团在企业责任方面也有它的动线 它希望对于行业未来的人才发展做出努力 所以从今年开始 我们的早期才职业管理 纳入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战略决策当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 希望和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合作 为下一步在台湾的酒店行业的发展 做好人才的搭建和储备 全球都在平观光 亚太地区的旅游业 已经要升为世界旅游业的龙头地位 而洲际酒店集团 遍布于全球将近有100个国家 并且拥有经营将近5400家酒店的规模 双方共同培养精品旅馆饭店专才 学生不只是可以到知名酒店实习 而且还要一员进军世界级饭店工作的梦想 能够跟这样子一个集团来合作 就像刚才我们很多的学生表现的 他愿意到纽约 愿意到全世界的每一个城市都有机会 也就是说我们学校 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 可以跟这个酒店合作 他现在已经答应我们 就在我们学校开一个学院 专门为他们来培养这些学生 也就是按照每一位学生 他心目中的想法 希望到世界的哪一个城市 都有机会可以去 也可以成为将来洲际酒店里面的领导干部 双方在记者会上 共同拼出世界地图民生学院的学生 在洲际酒店集团的世界各主要城市插旗 立志要进入饭店工作 而城市科技大学董事长郑峰时表示 校方民生学院在2017年参与国际比赛 荣获将近200面的奖牌肯定 因此吸引洲际酒店集团到学校来挖掘人才 双方签订产学合作计划 而洲际酒店集团不只是提供实习工作 并且将派业师到校 为学生量身打造餐饮内外厂 烘焙与旅馆管管理专业人才课程 深化合作基础 记者许端一 对学生的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baş